其實在這次防疫的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跟中國做了一個 很強大的這個對比啦 比方說我們的防疫經驗輸出 然後中國是隱匿疫情跟更改數字 然後來騙人嘛 然後呢這個 剛剛這個布拉格市長 這個評飛有提到 他也講說台灣是真朋友啊 可是中國是死要錢 他講得超白的耶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那個到目前為止 其實這個張忠謀也講說 台灣是防疫是做得還不錯 但是他已經開始憂心到 未來整個這個疫情過後的生活的 這種劇烈的改變 包括了政府現在該怎麼做啦 比方說對於這個餐飲業啦 甚至娛樂事業 其實大家也都要注意 這些真的看起來都要全垮了 從不到叢林開始嗎 我覺得不只台灣 我想全世界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美國也是啊 對 等到疫情過後 他整個社會的那個形態 要重新重新 而且他說中產階級以上影響最大 對 所以我覺得張忠謀看得很清楚 他說就是說其實就是一場戰爭 戰爭完了以後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那事實上餐飲業是最嚴重 你知道嗎 像新加坡那個時候打個叉叉你不能做 但是你不要忘掉現在是因為有疫情 所以可以這樣 如果疫情過後 你不可能讓人家說要距離那麼遠 吃飯然後只能夠在家說買外賣 你知道嗎 大家邀朋友聚個餐 家裡面有什麼事情 大家家裡面慶祝 你知道到餐廳吃個飯是很正常很溫馨的事情 對啦 如果以後這些都沒有的時候 想像那個社會的冷漠 是蠻恐怖的 好 剛剛講布拉格市長 剛剛那個陳委員講的是沒錯 你知道嗎 台灣做這件事情是真的幫忙救命 你去幫人家救命的時候 人家是會感激的 所以我覺得他講那個 還不只是說就是說 送的東西是友情或者什麼 你其實是幫忙救命 尤其是像布拉格這種 因為本來跟台灣交情就不錯 那個市長 那個市長在台灣待過 好像也在我們這邊念過書 實習過 對 所以他對台灣印象非常好 所以台灣他會幫忙 會感謝台灣跟台灣這個簽約 我覺得很正常 其實台灣用這一次 那當然就是說這些男人有些人就說 台灣利用這個在做外交 當然是 因為你一定要用各種 盡各種力量去打開 你的外交的這個門戶 你不可能被人家避塞到那邊 一無四處 然後沒有辦法可以做 所以這件事情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打開外交關係的 一個好的方式 一條道路 但是就是說以目前的能耐 就是說剛剛陳委員 他充滿自信 我是很佩服 但是你說剛剛他數了一堆國家 像剛剛有一些國會議員 在那邊還把台灣拼出來 打贊不贊成全部 噢 轟上這樣 但是不要忘掉 那個國家只有一票 雖然他有那麼多議員 他只有一票 所以當那個譚德塞很壞 他就說你要不要成為會員國 要這個大家要會員國來投票 你知道嗎 全世界大概有195 近200個可以投票的國家 如果你只有50個投票 那其實是蠻辛苦的 而且你知道共產黨這些年來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下功夫 買非洲國家 第三世界的國家 第三世界的頭兒 連美國都搞不過他第三世界 所以他在講說國民黨的議員就說 武漢肺炎會讓人家這個感覺受傷 你知道就建議改名字 那我今天就覺得很好笑 有人說你改成中共肺炎 我說不可以 就是中國肺炎 或者武漢肺炎 因為中共這個政權 它可以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 清朝夠強盛吧 清朝夠強盛吧 300年600年就結束了 那你中共政權能夠持續多久沒有人知道 也許100年 所以說百年以後 人家再說2020年發生了什麼事 你當然是知道武漢肺炎 因為武漢還在那 中國肺炎還在那 中國還在那 那中共政權還在不在不知道 100年以後沒有人知道 倒不是說看不看衰他們 就是我覺得改中共是不通的 因為沒有一個政權可以代表一個事情 或者一些歷史 所以它只是階段性 所以我覺得這些男人的人 酸也不用難過 因為武漢肺炎 它是個地名嘛 然後你叫中國肺炎 它還是個地名 你說新冠肺炎在哪裡發生 武漢嘛 或者中國嘛 還是一樣啊 所以我覺得去爭那個根本沒有意思 但是就是說 你明明今天是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民意代表 你不要試試去考慮到對岸嘛 跟你什麼關係 我覺得它越這樣子做 所以它那個民調一直往下掉的原因就是這樣 幾個月前幾個禮拜前 12% 現在已經很高了吧 12% 對 12% 然後你說你只跟那個民眾黨是差不多的 民眾黨今年才剛剛成立嘛 你怎麼去跟那個民眾黨去兄弟黨這樣子 我覺得所以你可以發言也可以建議政府做一些事 但是一定要記得你一定要站在國家的立場 還有社會大眾的立場去看這件事 去評斷這件事 而不是一廂情願用你的意志形態 你知道我覺得國民黨的問題就是 一碰到這種事情意志形態就 那個毛蟲就出來了 你知道馬上就竄出來 從選舉到現在沒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那個才是國民黨真的問題 比如說大家在笑說他們國民黨今天要討論改革 然後把那個蘇琪請回來當顧問 你知道蘇琪大家都知道他的立場 對不對 他有說過那個中共隨時會動武 台灣會怎樣 然後九二共識然後之類的 我覺得那個是不是還合時宜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要考慮的 選了一個年輕的黨主席 你一定要面對未來 我覺得記得那個時候李登輝剛接總統的時候 他才65歲 你知道他曾經發下紅怨 要做一個偉大的總統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年紀輕輕的當選國民黨主席 你一定要發一個紅怨 我要帶領國民黨走向一個什麼的路 而不是今天這個 還讓你的民意代表在那邊 是吆喝來吆喝去 我覺得那個是很笨的